完成公司招辦事務 也會利用閒暇時間 充實自己的專業技能 俊榮是來台灣念書的喬生 再過一個月就要畢業 從4月開始就準備找工作 投履歷 已經接了幾個工作面試的機會 不過沒有遇到最理想的職務 但在整體缺工的大環境下 對於求職仍然很有信心 以人類銀行的數據上看 全台職缺數仍然維持在高點 以同期5月相比 2022年工作機會有100.7萬 2023年104.9萬 2024年則上升到112.7萬 其中以住宿餐旅最缺人 接著是批乏零售業 以及電子資訊半導體業 疫情之後我們的職缺數 一直是攀升的一個狀態 那到5月份最新的話 也來到一個歷史新高 但是其實我們同時看一下 在市場上在找工作的人 其實只有59.2萬人 所以這樣子兩個數字一比 我們就知道這個求工比 大概是1比1.9 也就是說大部分求職者 都可能有兩個左右的 這個工作機會 所以可以想像 其實對企業來講 找人還是一個滿辛苦的事情 儘管職缺數仍在攀升 但整體職場環境 卻已經不像兩年前員工 說走就走 洛茨的比例開始減少 滿多中高階求職者的觀望比例 有變高 對 那初階的一些角色 反而其實他們比較多的 選擇權力更多了 偏向那種專高階 那種所謂純白零的一個部分 他們的一些工作機會 其實市場上還是有很多可以選擇 對 那只是說 跟去年比起來來說 但包含可能現在 整個大環境的一個影響性 還沒有到絕對的一個明朗 所以對於很多求職者來說 他可能盡量不會選擇過多 我們講說弱詞的概念 都會等到確定下一間企業服務 可能是不錯的 不過相比美國 疫情期間 美國企業都積極要填補 人力缺口 從工廠 客服到總部都缺人 在2022年3月 每一位美國失業勞工 可以對應到兩個職缺 不過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 2024年4月 美國新增17.5萬個工作 遠低於預期職缺與失業勞工比 下降到1.3 辭職率下降到2.1% 大辭職潮似乎開始消退 因為受到全球景氣的影響 特別是美國經濟非常不穩定 對 所以說2023年的時候 其實非常多公司裁員 然後也停止招募 對 所以對很多人來講 有風險需要承擔的 對 所以說這個風險 我覺得一直延續到今年 今年算說職缺的量有回來 然後人才開始也開始比較積極的 去觀望有沒有新的機會 對 但實際上裸辭的人非常少 那我個人自己觀察 應該不至於會很快的 會再有一個很大波的離職潮 雖然美國大離職潮的線上開始趨緩 不過企業主仍然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這一兩年下來 是陸續出現像是安靜離職 還有在職離職的狀況 這也讓企業主要開始思考 如何來攬財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高 員工的工作價值 對企業來說 流財依舊是挑戰 除了人口結構的變化 還有隨著經濟數位化 員工擁有的技能 與雇主所需的技能之間落差逐步擴大 以及AI的發展 都讓企業填補人才的挑戰 越來越大 我覺得在現在市場比較穩定的情況 企業還是要回歸到最根本的面向 也就是說這個職位是不是真的能夠為員工創造舞台 然後讓他們感到成就感 市場回穩以後就是要回歸到本質 少子化 人力不足是全球趨勢 預期擔心大辭職潮再度來襲 企業主更應該落實人才永續 提高員工上行力 TVBS新聞 余生安劉一群台北 彩鳳舞蹈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